大家 今天是8月十九 星期一 股市经过上个星期五的上升时候 由于恒生指数已经 微升到十二十跟两百五十天性以上 而且也创了这个新高 等于说 暂时8月份 已经出现一个先低后高的走势 到今早指数再进一步往上创 8月份的另外一个新高 而且恒生指数也曾经一度 回升到五十跟一百天性以上 等一下再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恒生指数早段先高开一百三十九点 到一万七千五百六十九点 然后少而有一点点的 仿佛而低限一万七千五百五十五点 可是固压并不是很明显 还有买盘也不断的出现 结果指数就一步一步 上升到一万七千六百八十五点 才停步 相对上个星期五来说 节分中是上升两百五十五点 更重要的就是指数 首先已经创了八月份的新高 相对结果的低位是五号的 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一点 等于说结果的伯父暂时已经有一千两百四十四点 当然暂时还是八月十九号 八月份还有很多很多个教育店 往后指数还是有机会再进一步推进的 关键就是前招 就是动力方面能不能够配合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其实今早指数最高是见过一万七千六百八十五点 在那一分钟 指数已经进一步往上升破五十天线跟一百天线 值得一提的就是 现在移动线方面最高的就是一百天线 大概在一万七千六百八十二点 往下的就是五十天线 大概在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五点 指数希望能够进一步往上升破一万八千点 也好怎么样也好 首先指数一定要升破五十跟一百天线 而且要稳守在这两株平均移动线之上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只要指数能够回升到一百天线以上 等于说已经是回升到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在那一分钟 要是资金日水的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指数当然会进一步往下 像是一万八千点这个大观 可是我有一点还是要补充的 这次指数是从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一点开始的上升 基础上来说只是一个大跌之后一个基础上的反弹而已 并不是一个声浪的开始 所以要做一点点的投机性的布局问题不大 当然最重要还是风险管理一定要做好 另外找钱抓在手的股份比较多 而当指数跌到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一点的时候 所以说心里很乱而且压力也很大 好了现在已经算是一千多点 以后要是指数能够在金日水网上 创另外一个新高的话 那要不要稍微减持一点点自己要考虑了 很快股市会步入这个月的最后的一个阶段 等于说这个月的旗子赚仓跟结算的活动 会慢慢做到整个大事的 不过现在才不过十九号 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教育店 就要先看看 成交就是资金日水的态度到底是怎样 好了 下期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